方正东的第一对象 三选一 对比起陈梦 还有李子军二人 其实前天一 才是方正东最佳的选择 最合适的一个搭配 那么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观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了解到 要说方正东 他现在的荣誉跟成就 那真的很出色 他去面对着日本乒乓球队 最厉害的狼拼选手 也就是张本智和 同时也是咱们国拼 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方正东很争气 他直接打到张本智和 4比1 WTT世界杯的决赛 方正东成功夺冠了 击败了日本乒乓球队选手 而且包括了视频散弹中 小胖也同样是打得很成功 获得了难当比赛的冠军 那么如今小胖 很有当当 很有责任 并且能够凭借实力拿到冠军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在操心着 小胖 他的恋爱 他的情侣 到底要找谁 他总得找一个对象 那么小胖 他的一个对象 其实有三大人选 包括了陈梦 包括了李子军 包括了钱天一 如果说让房正东 从这三大美女当中 选出一名 谁最合适呢 首先咱们要了解到陈梦 陈梦呢 他是被誉为 房正东最合适的一个搭蛋 也是最合适的恋爱对象 那么小胖 有没有机会跟陈梦走到一起呢 其中 房正东世界排名第一 很明确 陈梦呢 也同样世界排名第一 两人呢 总体的水平 都是相当的 一个男拼 第一 一个女拼 世界第一 小胖要是跟陈梦进行搭配的话 那确实呢 也是门当户对 与此同时呢 有不少球迷啊 就纷纷表示到 陈梦 他的年龄 要比房正东 大了三岁 会不会 有点 过大了 其实呢 如果大家认真思考一下 你就会发现了 反而呢 陈梦大了 房正东三岁 比较合适的 正所谓 女大商 抱金庄嘛 那么 陈梦 他现在27岁 小胖24岁嘛 陈梦大了 小胖三岁 刚好 两人一搭档的话 不就可以抱金庄了吗 正好验证了那句话 那么陈梦跟小胖走到一起 那就 非常合理了 然而呢 尴尬的是什么 房正东跟陈梦 虽然说呢 在球场上作为混双搭档呢 也是有说有笑 而且在生活当中呢 也是啊 比较友好的 但是 他们在球场上啊 很少说会擦出火花 很少会传出啊 两人呢 适合谈恋爱的 而且呢 房正东跟陈梦啊 其实呢 他们两人的性格 并没有特别的合适 更多呢 是在球场上呢 会打得比较有说有笑而已 但是在生活当中啊 陈梦也好 房正东也好 他们彼此的一个恋爱的对象呢 都其实啊 性格方面的 可能不太匹配的 如果房正东跟陈梦 匹配的话 两人早就走到一起了 另外呢 再来提到第二位 李子军 李子军呢 是房正东 他之前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到的 他喜欢的一名运动员 李子军呢 是作为花样滑冰的一名选手 长得很漂亮 而且呢 很优秀 他的滑冰呢 得分也是很高的 然而尴尬的是 李子军 他已经有对象了 他已经公布他的男朋友了 所以说呢 房正东啊 那么他想跟李子军走到一起啊 现在来看呢 就没这个机会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就来到了第三位 也是房正东最合适的人选 咱们女拼队伍当中呢 是有着很多名美女选手的 钱天一就是特别的代表之一 钱天一呢 作为女拼度当中呢 性格比较稳定 而且呢 个人比较谦虚 比较低调的 并且呢 钱天一长得还特别漂亮 是作为专门女拼度当中的 大美女的 那么房正东呢 作为大帅锅 那么他也是具备实力 跟颜值当当的 让小胖跟钱天一走到一起 那才是最合适的安排 大家是否有支持 房正东跟陈梦走到一起呢 还是说跟钱天一走到一起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长按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